老鼠为什么排第一 风车图书出版 很久以前 天地要选12种动物作为人的生肖 天地定好了日子 哪种动物先到 就选它们为12生肖 但是大大小小的动物那么多 为什么让小小的老鼠 排在第一名呢 原来故事是这样的 在报名的那天 老鼠在路上碰到了牛 猫 牛的个头大 连麦的步伐也大 鬼点子多的老鼠 看了心里想 这到终点路还远着呢 该怎么办呢 老鼠脑子一动 想出一个好主意 嘿嘿 有了 老鼠跑去跟牛说 牛哥哥 你这样跑太无聊了 让我来唱首歌 给你听好吗 好啊 我最喜欢听人唱歌了 你快点唱吧 你怎么不唱啊 老鼠故意小声地说 啊 我刚才已经有唱了 牛哥哥 你看我的身体这么小 我的嗓门也很小啊 不然这样吧 让我骑在你的脖子上 那你就可以听到我唱歌啦 牛一听 就把脖子往下低 让老鼠跳了上来 嘿嘿 谢谢牛哥哥 老鼠在牛的脖子上 唱了一条又一条的歌曲 牛听了好开心 充满了精神 撒开四条腿 使劲地跑 冲啊 牛的速度 就像闪电一样的飞快 跑到报名处 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牛高兴地大叫 猛 我是第一名 哈哈 我 牛说到一半 老鼠突然跳到地面上 快速地跑到牛的前面去 是我 是我 我才是第一个抵达终点的 结果是老鼠得了第一 而气喘吁吁吁的牛 则得了第二 道理篇 老鼠排第一 一点不稀奇 排行放心里 所以早早起 同牛争第一 跑步没法比 动脑想主意 虎牛背自己 闹牛费尽力 老鼠却第一 老鼠得福气 只能怨自己 空有蛮力气 不如有智力 结束